美股道瓊斯工业平均指数历史悠久 不少公司上市时紧为地区企业 发展至今已是业务遍布全球的巨企 如在公司IPOC认购股份 哪怕只是一股 经过百年滚泉 今天持有者已尽身亿万富豪之列 股神巴菲特爱股可口可乐便是最佳例子 该公司1919年上市时 一股40美元 百年来连同分拆及股息再投资 目前价值已标志2000万美元 约1.56亿港元 胜幅高达50万倍 可口可乐这个风行全球 预百年的碳酸性饮品 1886年由美国药制师若汉 潘伯顿John S. Pemberton 在亚特兰大调制出来 他把碳酸水和梭打混合成为一种深色糖漿 初期在药房贩卖 首年平均每天仅售出九杯 1887年至1889年 实业家雅薩 康德勒 Asegriggs Candler 逐渐收购该药剂配方 并于1892成立可口可乐公司 先后在亚特兰大 达拉斯 芝加哥及洛杉基等地车厂生产 1919年 坎德勒的子女以2500万美元出售 可口可乐经营权与 伍德瑞夫 Ernest Woodruff 为首的投资者 伍德瑞夫儿子罗伯特 Robert Ernest Woodruff 1923年接任为可口可乐行政总裁后 积极以广告宣传 把产品推销至全世界 人称 可口可乐之父 可口可乐于1919年8月26日上市 至今与百年 不少知名投资者奉为爱股 最著名当属巴菲特 他在1988年夏天首次建仓可口可乐 每股10.46美元 再随后10个月以平均每股10.96美元增持 之后 再在1991年及1994年增购股份 累计斥资近13亿美元 一直保持仓位至今 为股神投资旗艦巴菲持有最长久的股份 巴菲现共持有可口可乐4亿股 或占9.23% 股份价值已逾250亿美元 将免升值超过18倍 可口可乐全球业务每年稳定增长 是吸引巴菲特长期持有的原因之一 但最大的吸引力却是股息 可口可乐至1920年起一直保持较高比例的现金分红 每年派息比率长期达50%以上 股息过去60年也持续增长 被誉为股息之王 目前每股派息1.76美元 股息率2.7厘 这对投资者甚为吸引 因标普500公司整体平均股息率只有1.5厘 善意股息计算 巴菲特今年在可口可乐中可取得7.04亿美元 令巴菲的整体现金回报大增54% 假设有投资者在可口可乐1919年上市时 以40美元认购一股 103年间该股共进行了11次分拆 一股现已变成9216股 按上周五收市价63.14美元计 价值约58万美元 升值1.45万倍 如利用股息再投资 福息效果更惊人 至今价值2000万美元 百年飙升50万倍 正如其他百年老店 可口可乐业务经历高山低谷 巴菲特首次建仓可口可乐时 正是1987年10月股灾后不足一年 投资者对黑色星期一犹犹如贵 股票被视为极高风险资产 巴菲特当时安抚投资者 只希望持有可口可乐一段长时间 并强调只要是表现突出 管理优秀的企业 便可以长久取得正回报 时间也证明 股神眼光独到 为自己及投资者赢取丰厚利润 虽然可口可乐为股神带来极高回报 但其业绩也非一帆风讯 如过去十年 可口可乐营业额一直下滑 每年平均跌2% 部分原因是大众健康意识提高 近年更因疫情打击产品的需求 不过 该集团今年首季业绩令人惊喜 顺利按年大增24% 华尔街分析师相信 这家饮品行销200多个国家及地区 市值达2700亿美元的巨无霸企业 业务已逐渐从疫情的谷底恢复过来 全年增长了可达7%至8% 前景值得看好 统计显示 华尔街投行中 有10家建议买入 4家建议持有 可口可乐全年业绩约性预期 有利股价进一步向上 巴菲特等长期涌等继续享受升值 至于早在8年前已买入的投资者 哪怕只是一股 至今后人已可置付 成为亿万富豪